肉類、蔬菜、水果 包括柴米全部都可以買齊 這個位置算是比較方便 我們拍過很多片 主人房很多都是只有這麼大 但這個是最小的房間 已經有這麼好的房間 還有兩個大名窗 在我們大陸這邊 其實是很受歡迎的 南北通透的這種戶型 兩邊採光兩邊通風的這種效果 我們港人朋友比較喜歡的 有一個乾燥分區 而且這個洗澡房的空間其實挺闊的 嘩,很闊 這個主人房比較舒服 我覺得很奇怪就是 為什麼這麼大一個主人房 屋住沒有買到衣櫃 因為鑽成海的房間 四房單位真的不多 可以說是很少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間隔南北通透 而且還是四房的話 這套房真的很值得大家來看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依士 今天Easy來到我們港人朋友 非常熟悉的十里銀灘 一旗交通中心這裡 熟悉Easy風格的朋友 應該猜到 這個臭小子肯定就近找房子了 沒錯 今天為大家帶來一套 就是在一旗交通中心 對面這個位置 鑽石海的一個單位 這一套是一個在銀灘這邊比較少的南北對流的這種戶型 稍後先帶大家去看樓 跟大家說回我們這邊的配套和交通方面 因為我們鑽石海來十里銀灘的鳳凰酒店的距離是比較近的 我們平時吃飯各方面可以走兩步 過到對面去吃飯買東西 其實正正對面這裏 鑽石海對面這裏 都是有一些食肆的 可以滿足我們日常的普通的需求 如果是我們要買菜的話 現在說Easy身後方向過去 如果是鑽石海車的話 幾分鐘就到了 就是我們銀灘 最大的這個銀庫市場這裏 這個濕街市場肉類、蔬菜、生果 包括柴米裡面全部都可以買齊 算是比較方便的這個位置 交通這邊大家見到的 京橋巴士是否很熟悉呢 我們平時過關之後 就完全22元的飛隔 坐京橋巴士 就到我現在的位置 下車之後走過對面就可以回到家 這是其中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就是公交車 因為我們鑽石海的門口 就是有公交車的 如果假設是我們退休的長者朋友的話 可以坐回公交車 當兜風那樣 去到沙田地鐵站那裏 然後再轉回14號市 都是可以回到關口那邊的 這是第二個方式 第三個方式的話 滴滴 滴滴的話就貴少少了 百里蚊雞 直至關口那裏出發 上高速 然後就可以回到我們屋苑這裏了 平時我們回來這邊的話 就可以建議大家買回座福車 因為座福車的話 第一我們這邊不用大家去考牌 第二個可以直接停遊去屋苑入面 免費了 我們平時出去買菜 或者去沙灘玩一下 各方面的話 就比較方便一點 一想到上去那裏 隨時就可以出發就不用等了 當然我們這邊不買座福車的話 我們平時都是有業主的藍色穿梭巴 就是藍色那一台中巴車 可以坐穿梭巴 有空調炭 冬天又不會冷 可以去到二期三期 甚至五期圍廣灣那邊 都是沒問題的 跟大家說回這套房的大概情況 剛剛才說到 這套房在銀灘這邊是比較少的 南北對流的這種單位 不過就是矮樓層 今次這套房的樓層比較矮 矮有矮的好處 也有它的壞處 一會兒 Easy上到去 帶大家參觀完這套房後 再跟大家總結一點點 好現在跟著鏡頭和Easy一起看樓吧 我仍然會冷靜聆聽 仍然緊守於身邊 與你進退也共鳴 事一會蔓延再蔓延 某些不可改變的改變 與一些不要發現的發現 就這麼放大了缺點 來讓我問誰可決定 那些東西叫作完美之善 我只懂得愛你在每天 當潮流外新鮮 當旁人外標籤 行得伴著你我 是我心的自然 Hello 現在Easy上到實體單位 可以說是走樓梯上來 因為我們這個是矮流層 可以見到我們轉成海這邊 在10厘銀坦入面 算是保留得比較新正的 也不可以保留得 直接別人本身 交流時 時間是比較新的 我們每一層是2升4貨單位 我們這一套單位 是整層最大的積數 是123平方的4貨單位 可以見到我們是獨門獨戶的 有需要的朋友完全可以 在門口製造鞋櫃在門口 其實說起這個 我死期有個客人跟我說過 我的座椅是我的座椅 放在這裏 被人撿走了怎麼辦 不要緊 我們入面進來之後 是有一個鞋櫃位的 我們貴的東西 放在裏面 即是平時去沙灘玩 經常穿比較骯髒 或者是舊一點鞋 我們就可以放在外面 當然了 這個就看回大家了 言歸戰主先看看交付標準 屋主已經換了這個自民鎖 又省了幾百元 當然這個 這裏不是舊 是因為它有一層膜 到時候撕了它便可以了 看回大家有需要的話 就換回門 也是沒問題的 先看看牆身 這個牆身的話 有少少骯髒 這個完全是每個人的洗凡習慣 可能業主 平時搬東西或怎樣 弄髒了 這個的話就沒辦法解決 唯一的解決就是重新游漆 言歸正主 我們先看看大間房 這一間房 這個其實是一個入戶花園 但是完全看慣了 我們頻道的朋友 應該都有點印象 我們拍過很多片 主人房很多 都是只有這麼大的 但是這個是最小的一間房 已經有這麼OK了 還有兩個大名窗 窗簾全部都裝好了 綠油油 你別說綠油油的話 搭配這個樓層 住在這邊的山景也挺搭配的 同時也已經有裝了空調 這間房就看回大家 有需要的話就保留這張床 這張床的話 新鎮程度是OK的 有需要留住它 不喜歡的話 可以搬過去另一間房 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看看這個廳 這個廳的話在我們大陸這邊 其實是很受歡迎的 南北通透的這種互形 兩邊採光兩邊通風的這種效果 先讓大家看回這個景 我相信買鑽石海的朋友 關注鑽石海的朋友 很多都是關注這個山景的 我們這一套因為矮漏層 直接就是山景了 這樣這個很建議大家是甚麼呢 做一個 封窗 其實這時候是不支持封窗的 但是因為這裡 矮漏層 離山很近 景是漂亮的 但是 蚊仔一定要注意蚊的情況 可以封窗 然後做玻璃門 玻璃門再安裝防蚊網 那種我建議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不做的話也是OK的 因為業主 他自己已經做了 做了這個紗窗門 防蚊門是已經有的 不過可能久了沒有用 軌道 到時候要滴少許油 去潤滑這個軌道 他已經做了 我們就看回大家的雜貨 如果封窗窗的話 就把這個拆掉 這樣這個廳會闊一點 回到這個廳 電視 電視櫃 mini的茶几 mini的梳化 是有的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 我覺得這個梳化 和這個這麼大的廳 真的有少許不配 如果不喜歡的話 我換了一套梳化 他也是OK的 上邊的話 十里銀湯這邊 基本上很多業主都會安裝 風扇燈去保留 昨晚我去了客人家吃飯 我發覺其實 這個吃飯 吃飯桌的話 安裝風扇燈 真的很舒服 我們昨晚 邊吃飯邊喝酒 然後沒有穿到空調 是開了風扇燈的 那種感覺是挺舒服的 吹過來那種又不會太冷 但是 又有風到自然風吹出來的那種感覺 真的不一樣 說回這個餐桌 這個餐桌放了一個六人位 可以留下來 這個簡單是簡單一點 但是往往越簡單一點 越耐心 都是看回大家 這裏有一張麻雀桌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打麻雀呢 這個麻雀桌的話 如果我們平時不放在客廳的話 可以放回去我們剛才看的第一間房間 將那間房間轉成一個多功能房 即是娛樂室、麻雀室 或者是我們太太在家裡做一下瑜伽 都是OK的 如果有喜歡打麻雀的朋友 祝大家多贏一點 好 看看我們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的話 其實鑽石海的廚房越看越舒服 因為它很大、很時正 還有帶了一個生活陽台 這個以前的家戶標準 這個抽油煙機 有一點黏手要搞衛生 我們這個 造桌 有一點舊 提醒大家 如果是用回的話 就要買一支威猛先生 噴一噴它 抹一抹 如果是換的話 其實這個也很便宜 幾百元就搞定了 有賣個小小的焗爐 三星的大冰箱 然後 這個洗碗機 還有那個 或者是甚麼 消毒櫃 消毒櫃是沒有的 看看大家有沒有需要 其實這個 現在已經 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受歡迎 以前剛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方便 有個消毒櫃 其實後來慢慢慢慢 那些人 越來越多人嫌棄它 其實不是很實用的 當然要看回大家 那麼細小的升盤 功能區是OK的 這裡洗完菜之後 這邊切菜 這邊明火區炒菜 隔壁的話 可以放上電飯煲 這個功能區是OK的 喜歡平時 經常煮飯的朋友的話 這個廚房肯定會喜歡 同時它帶了一個生活露台 生活露台 我們顧名思義 可以放一個洗衣機 還有生活用具 掃把、拖把、垃圾鏟 這些都放在這裡 屋主都已經安裝好 這個天然氣 這個 熱水氣 全都已經搞定了 只需要安裝一點衛生 其實可以用回的 對了 廳裡面也安裝了空調 說回這個空調 大家可能會想 這麼大的廳 安裝一個掛機 不行的 這個我已經幫大家排過類了 我家的客廳安裝空調的時候 當時甚至連裝空調的師傅都笑我 你這麼大的廳 中間掛機不行的 其實用開了之後才發現 熱大熱天時 二十五、六度已經凍到飛氣 完全是夠用的 好 我們看看這個廁所 這個廁所的話 就是我們港人朋友比較喜歡的 有乾濕分區的 而且這個洗澡房的空間 其實挺闊的 不說鴛鴦液 一說鴛鴦液 大家又要笑我 原來你這麼小 你這個身形一樣的沒有問題 其實真的沒有問題的 很闊的 這個距離 大隻路也是沒有問題的 普通的座廁 然後以前的 這個完全就是以前的交付標準 鑽石海這邊的話 真是 給三期最好的那個 外琴海 交付標準 漂亮很多的 就是升盤 還有那個多功能櫃 全部都是有齊的 好 我們看看這個第二間房間 第二間房間的話 屋主就放了一個樓架床在這裡 都是看回大家 如果是不喜歡的 就當移手賣掉它 或者是抑下那個 繳衛生的衣衣 都是OK的 我們換一張自己 喜歡的那種風格那種床 然後再製造一個衣櫃 衣櫃可以放在這邊 空間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麼這個窗簾 真的很建議大家 一定要換掉它 因為 給我一種 那種feel 不說明了 大家應該猜到是甚麼feel 這樣看下去 空條也是有的 同時這個防蚊 防蚊窗 這個全部都已經安裝好了 看回大家 而之後這邊的地磚 真的升級了 那麼 這個是仿木紋的地磚例 就是不再是二三棋 二三棋的時候那種木地板 這個比較耐看的同時比較耐用 這裡 屋主訂製了一個塔塔米 在這邊 包括多功能的 衣櫃 儲存空間和床 不過這個高度再放在床墊 真的有一點點像 坐那個綠皮火車的那種feel 很高 有點怪怪的 記不記得我們參觀第一間房間 試試試看很大的床 如果大家不喜歡這個的話 這個不要 把那張床換回來這裡 我覺得會更加適合一些 那麼這間房間的話 有空調 有空調 如果是它原本這種風格的話 實在可以說我已經齊全了 有衣櫃 有櫃桶 有床墊 有空調 就看回大家 如果不可以的話 不喜歡這種風格的話 就反過來 兩間房間的床 反過來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回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 好闊 這個主人房 真的比較舒服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何這麼大一個主人房 屋住沒有買到衣� 如果有個衣�就更加好 如果有個衣櫃在這裡的話就更加好 我們買這套樓的時候 就是布置家具家庭時 又可以省下一點 看回這個床 這個床 量給大家看 兩米床 這張床真的很寬 有一點點想起以前我賣別墅的時候 事辦單位的主人房 基本上都會放這種風格的床 牆身這裡刮花了 這個的話 很明顯就是之前 他將床肯定放在外面一點點 然後移過去的時候 他直接貼著牆 移過去 所以牆花了 這間屋的話 看看大家到時候介不介意這個 省錢的方法是甚麼 買個畫 貼在這裡 如果是介意的話 做個漆 也是OK的 這樣就差一個 剛才說到這裡差一個衣� 這個位置做回一個 超大的衣� 完全是沒問題的 可以放個兩米的衣� 是完全OK的 然後廁所 哇 這個小朋友 貼了很多公仔紙 這個公仔紙是可以撕的 到時候 大家介意一下 直接撕了它就可以了 這個廁所都是很大的 同樣都是有這個乾室分區 這個尺寸的尺寸完全是沒問題的 可以放個兩米的衣� 是完全OK的 然後廁所 哇 這個小朋友 貼了很多公仔紙 這個公仔紙是可以撕的 到時候 大家介意一下 直接撕了它就可以了 這個廁所都是很大的 同樣都是有這個乾室分區 這個尺寸和風格 跟我們剛才看的第一個廁所 幾乎一模一樣 而且不用怎樣去撕就可以了 即是我們到時候 這個小朋友 貼了很多公仔紙 在這裡 這個公仔紙是可以撕的 到時候 大家介意一下 直接撕了它就可以了 這個廁所都是很大的 同樣都是有這個乾室分區 這個尺寸和風格 跟我們剛才看的第一個廁所 幾乎一模一樣 而且 不用怎樣去撕就可以了 即是我們到時候 攪拌了之後 做一個清潔 做一個衛生 叫一個阿姨 過來搞衛生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這邊的 叫阿姨過來搞衛生很便宜的 40元一個小時 但別人有個要求是甚麼呢 兩個小時起腳 即是80元起步價 好 我們現在整間房間已經參觀完了 跟大家說回價錢 這套房間的話 這時去撕了業主的同事 和公司都談了 這套房間的話 58萬全包價 我們就可以直接搞定這套房 直接辦完首宿 即時過來住就沒有問題了 跟大家總結一下 鑽石海這邊的優勢在哪裏呢 它比一二三四期都要新 因為它的收樓時間 即是它賣和收樓的時間 它是夾在維港灣和四期 樊那些海中間的 它即是比較帥小一點 比較新的 這是第一 這是優點 第二個 我們拍了的二房三房單位居多 四房單位比較少 如果大家需要四房單位的話 不妨來看看這套 無論是間隔 和光線各方面都是OK的 那麼 缺點也跟大家說一說 缺點是甚麼呢 這一套就是矮樓層來的 二樓單位 好像剛才意思一樣 是直接行樓梯上來的 也是OK的 矮是矮了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見到 這個光線其實是很光猛的 同時的話 這個可能就是這個 矮的原因給到這個feel 就是有少少那種 別墜帶花園的那種feel 當然缺點肯定也會有 矮樓層 可能蚊會多些 這個是必然的 有寫有取的 是不是 如果是喜歡這種feel 喜歡這種feel的朋友的話 到時候 蚊蟲這方面 大家就注意一注意 或者是淘寶上面買個幾蚊雞的那種電蚊翅 插在家裏就可以了 都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好 整間屋看完了 都跟大家分析過 如果是喜歡這一邊單位的朋友的話 因為鑽石海的防禦 四房單位真的不多 可以說是很少了 如果大家有喜歡這種間隔南北通透 而且還要是睡房的話 這一套房真的很值得 大家過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右上角有兩個二維碼 可以隨時數碼 添加easy的WhatsApp 或者微信 找easy 拿到這一套房的一手資料 到時候過來看的時候 easy也可以過去關口 接大家過來 實體單位這裡看它 我們是包著包菜 還包著餐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by bwd6 女人不要不要不要 就来就去请珍惜我的心 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 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不要等这一刻请热闻 长夜有你醉也真 让我终于找到信任 不管一切事